《寶羅達·加拉泰人書》第一章 從父上帝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基督照我們父上帝的旨意 為我們的罪捨己 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 但願榮耀歸於上帝 直到永永遠遠 阿門 稀奇加拉泰人促離正道 我稀奇你們 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 照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 那並不是福音 不過有些人搞妖你們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音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奏助 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又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 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奏助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上帝的心呢 我豈是土人的喜歡嗎 若營救土人的喜歡 我豈不是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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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樣極力迫白殘害上帝的教會 我又在猶太教中 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掌進 為我祖宗的遺傳更加熱心 然而那把我從無福裏分別出來 又施恩照我的上帝 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 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 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 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 見哪些給我先作使徒的 唯獨往阿拉伯去 後又回到大馬式 不是在耶路撒冷學的 過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於別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沒有看見 我寫給你們的 不是方話 只是我在上帝面前說的 以後我到了敘利亞和基利加境內 那時猶太信基督的各教會 都沒有見過我的面 不過聽說 那從前迫迫我們的 現在傳揚他原先所殘害的真道 他們就為我的緣故歸榮耀給上帝 第二章 保羅 巴拿巴奉啟示 再往耶路撒冷 過了十四年 我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 並帶著提多同去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 把我在外幫人中所傳的福音 對弟兄們陳說 卻是背地裡 對哪有名望之人說的 唯恐我現在 或是從前逃然奔跑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 雖是希利尼人 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 私下規探我們在基督耶穌裡的自由 要叫我們作奴僕 我們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沒有容讓信服他們 為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們中間 至於哪些有名望的 不論他是何等人 都與我無干 上帝不以外貌取人 哪些有名望的 並沒有加憎我什麼 反倒看見了主 託我全福音 給那未受割禮的人 正如託彼得全福音 給那受割禮的人 那感動彼得 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 也感動我 叫我為外幫人作使徒 雅各 基法 約翰 向保羅巴拿巴行相交之禮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 那稱為教會處石的雅各 基法 約翰 就向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相交之禮 叫我們往外幫人哪裏去 他們往受割禮的人哪裏去 指示願意我們紀念窮人 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 寶羅澤被基法與外幫人隔開 後來基法到了安提亞 因他有可責之處 我就當面抵擋他 從雅各那裏來的人未到已先 他和外幫人一同吃飯 及至他們來到 他因怕奉割禮的人 就退去與外幫人隔開了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除著他裝假 甚至連班拿巴也除火裝假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 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眾人面前對機發說 你幾是猶太人 若除外幫人行事 不除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幫人除猶太人呢?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不是外幫的罪人 既知道人清義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清義 不因行律法清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人因行律法清義 我們若求在基督裏清義 卻形救是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符不是 我素來所拆毀的 若重新建造 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 就向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上帝活著 基督在保羅裏面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我不廢掉上帝的恩 異若是藉著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第三章 扎被加拉太人受了迷惑 無知的加拉太人 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已經活惑在你們眼前 誰又迷惑了你們?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見 你們受了聖靈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聽信福音呢? 你們基督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你們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徒然的嗎? 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 信與律法相比 那次給你們聖靈 又在你們中間行義能的 是因你們行律法呢? 是因你們聽信福音呢? 正如阿伯拉罕信上帝 這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你們要知道 哪以信為本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 上帝要叫外邦人恩信清義 就早已傳福音給阿伯拉罕說 萬國都必恩你得福 可見哪以信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 都是被奏助的 因為經上記著 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奏助 二人必恩信得生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 在上帝面前清義 這是明顯的 因為經上說 二人必恩信得生 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說行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著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奏助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奏助 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奏助的 這便叫阿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 使我們恩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弟兄們 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 雖然是人的文藥 若已經立定了 就沒有能廢棄或加憎的 所應許的 原是向阿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 上帝並不是說眾子孫 指著許多人 乃是說你哪一個子孫 指著一個人 就是基督 我是這摩說 上帝預先所立的約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條 叫應許貴於去控 因為承受產業 若本乎律法 就不本乎應許 但上帝是憑著應許 把產業刺給阿伯拉罕 這樣說來 律法是為什麼有的呢 原是為過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 並且是值天使 經中保之手設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 上帝卻是一位 這樣 律法是與上帝的應許反對摩 斷乎不是 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而就成言本乎律法了 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序裏 使所應許的福 恩信耶穌基督 歸給那順的人 律法是福音的先聲 但這恩信得救的理 還未來以先 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這樣 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父 引我們到基督那裡 使我們恩信清義 但這恩信得救的理 既然來到 我們從此就不在師父的手下了 所以 你們恩信基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兒子 你們受使歸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並不分猶太人 希利尼人 自主的 維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都成為一廟 你們既屬符基督 就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廟 第四章 被屬的人得兒子的命分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 雖然是全業的主人 但為孩童的時候 卻與勞博毫無分別 乃在師父和管家的手下 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 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 也是如此 及至時候滿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熟出來 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命分 你們基為兒子 上帝就差他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的心 呼叫阿爸 父 可見從此以後 你不是勞博 乃是兒子了 既是兒子 就靠著上帝為後子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上帝的時候 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勞博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上帝 更可說是被上帝所認識的 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 怎麽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 情願再給他作勞博呢 你們緊守日子 月份 節期 年份 我為你們害怕 為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廢了功夫 極勵門徒 弟兄們 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 因為我也像你們一樣 你們一點沒有規負我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 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 沒有輕看我 也沒有厭棄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上帝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穌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裏呢 那時 你們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 換出來給我 也都情願 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 如今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就成了你們的囚的摩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 卻不是好意 是要離間你們 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在善事上 常用熱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才這樣 我小子呀 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 改換口氣 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兩個婦人預表兩約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請告訴我 你們豈沒有聽見律法嗎 因為律法上記著 阿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屎女生的 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然而那屎女所生的 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許生的 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約 一約是出於西乃山 生子為奴 乃是下甲 這下甲二字 是指著阿拉伯的西乃山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 都是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他是我們的母 因為經上記著 不懷孕不生養的 你要歡樂 未曾經過產難的 你要高聲歡呼 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弟兄們 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 如同以殺一樣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 迫白了那按著性靈生的 現在也是這樣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 是說把屎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因為屎女的兒子 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 一同承受產業 弟兄們 這樣看來 我們不是屎女的兒女 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 第五章 基督使人得自由 基督釋放了我們 叫我們得以自由 所以要暫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卜的握協制 在基督裡 割禮無功效 我保羅告訴你們 若受割禮 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 確實的說 他是欠著行傳律法的債 你們這要靠律法清移的 是與基督隔絕 從恩典中聚落了 我們靠著聖靈 憑著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意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 受割禮不受割禮 全無功效 唯獨使人生發人愛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們向來跑得好 有誰難阻你們 叫你們不信從真理呢 這樣的勸道 不是出於哪召你們的 一點面孝 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我在主裡 狠信你們 必不懷別讓的心 但攪擾你們的 無論是誰 必擔當他的罪名 弟兄們 我若營救全國禮 為什麽還受迫白呢 若是這樣 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就沒有了 恨不得那搞亂你們的人 把自己割絕了 愛心乃包括全律法的意 弟兄們 你們蒙照 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縱情欲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 這一句話之內了 你們要謹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聖靈和情欲為敵 我說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因為情欲和聖靈相憎 聖靈和情欲相憎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奸淫、污慰、邪蕩、拜偶像、邪述 仇恨、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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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 結黨、紛爭、異端、疾道、醉酒、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 連肉體的邪情私欲 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 就當靠聖靈行事 不要貪圖虛名 彼此野氣互相疾道 第六章 各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 弟兄們 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聖 你們屬靈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 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 你們各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 如此 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無有 自己還以為有 就是自欺了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 這樣他所誇的就尊在自己 不在別人了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眾什麼 受什麼 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一切須用的 供給施教的人 不要自欺 上帝是輕萬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麼 收的也是什麼 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 順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我們行善 不可喪智 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機會 就當向眾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當這樣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稀徒外貌體面的人 都勉強你們受割禮 無非是怕自己 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白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 連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 不過要藉著你們的肉體誇口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字架 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當作新造的人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凡照此理而行的 願平安聯憫加給他們 和上帝的以色列民 從今以後 人都不要搞妖我 因為我身上 帶著耶穌的印記 弟兄們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常在你們心裡 阿門